这是一个晦涩难懂的 人人都需要戴面具的怪异世界 没有戴面具的人将会失去生命 面具上的标记代表一个人的地位 标记越多地位越低 如果标记达到了三个 将会被关进监狱里面 请大家先找一下我们五个人 谁才是真正的主播 看有没有观众能找到 有点难度对不对 这个游戏叫做面具制造者 The Maker of Masks 是一个很猎奇的游戏 我觉得五个人一起播还是不太好 还是把人数减少一点吧 别催了别催了 咱们现在开始 来 这钩子上直接掉过来一个人 你们看见没 不是这怎么掉过来一个人呢 我好像要被掉到什么地方去 我感觉 这边有一个过山车 我们从这边往下缩 缩到新加坡 完了 我被掉起来了 这像是个伟人 然后这边有人在等着我 他把我拿下来了 这人带这个面具 他给我脸上也带了个面具 有点意思啊 这个游戏 一上来 先给我来一个面具 怎么说 我问一下怎么说 我这样移动吗 这个左右它是这么移动 你看 我现在在干嘛呀 这个移动我有点受不了 这个怎么走路的呀 我都不会走路了 行 看起来像是什么通风管道之类的 调查一下这些东西哈 这个调查 这边锁住了 我没办法打开 这个呢 这个也锁住了 没办法打开 你这个人 你刚才在这干嘛呀 我问一下 嘿 我看见你醒了 这是他对我说的 然后我问他 我们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问他 我们在哪 第二个是问他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们首先问一下 我们在哪吧 我真的不知道 我和你一样 也是带着这些钩子过来的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很抱歉 如果把你弄痛了的话 这就是我被分配的任务啊 这些面具上的记号能让我们避免死亡 所以我们把它盯在每个新来的人身上 我的头是不是挡住了这个文字啊 我看一下 那我们是有任务吗 你身上的面积标记越多 你的等级就越低 如果你有三个标记的话 就会成为一个囚犯 然后把我带去牢房 比你高级的是狱警 他们负责维持监狱的秩序 每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具人 铁匠们把面具分配给下一个新来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像你这样标记的面具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啊 谁会知道这些呢 也许是一个狱警之类的 只要穿过监狱你就会找到 对不起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另一个新的人来了 新的面具出现了 我可以让他不会死 就是这个人 他在这边负责给新来的人戴面具 如果不戴面具的话 就会死在这个地方 你看就是我们后面这些人 如果我们面具上面的标记越多的话 等级就越低 有三个标记的话就成了一个犯人 好拜拜吧 跟他也没啥可说的 这边这些人呢 哦天呐 这边好多死人 这是什么地方 这地方好像可以进去 我可以 我从这可以进来 哎呦 这不是进来 这出来 这个房间我看完了吗 我认为这个铁匠可能没什么可以帮我的了 我看一下吧 虽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犯人啊 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犯人 对吧 这边是个什么 这边可以走吗 哦这个门坏掉了 咱们先看一下这房间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好不好 看一下这边 哦 往哪走啊 这玩意儿 这可以进去吗 这一个人 哦可以 你帮帮我 这是他对我说的 我怎么帮你啊 你应该知道的 你的级别不是比那些警卫要高吗 我会看看我能做什么的好吧 他说我的级别比警卫还高吗 我觉得不太对啊 这有个人呢 这个人怎么说 你知道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吗 他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这个人呢 他在默默地盯着我就是不说话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犯人说话 这边又是干嘛 我先回来看看啊 刚才我们是从这走的 对吧 我看一下前面呢 哎这边 我们把这边的犯人都问一下啊 他们觉得他们比我好 比我们强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也认为我们自己好啊 他们是谁 你以为是谁啊 当然是这些卫兵 这个地方的宝卫啊 那他们有什么不知道的吗 他们的任务 他们是谁 他们的任务 他这个人说话还是蛮怪的 他们觉得他们比我好 但他们不知道 就像我们一样 他们就跟我们一样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这边的任务 小心点吧 你也不知道 我往前走走看啊 他这个视角转换好烦啊 有点搞不清了 有点 真的 我对这个视角 我有点摸不清了 从这来的 从这个地方走 我知道了 那看来就得从这个地方走了 这个人 只要更多一天 也许他们就能让我离开了 我应该做什么 我是无辜的 这个门呢 这个门完好无损 但是也不能动 看一下这边这个门呢 这个门坏掉了 找一下钥匙 看一下这边呢 这边有没有钥匙 这又是一条路吗 这个地方 那边的那个人 我需要你的帮助啊 好 然后我们跟他说话就行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戴你这样面具的 已经很久没见过人了 实际上 你漫无不敌的走来走去 如果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 你要把我的面具扯下来 然后给你把钥匙通向外面 他说我们帮他把面具扯下来就可以 你为什么不自己用这把钥匙呢 这把钥匙在牢房里面不管用啊 这个是到达监狱的出口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 外面没有什么适合我的东西 这个是让我想想 这个是 OK 行 那就这么一点东西 我们把它扯出来啊 把面具扯出来就可以 隔着这个牢房的这个 通过这个格子 把他那个面具扯下来了 我感觉他长得跟我们一样啊 我们的胸口处 心脏的位置都被挖了 对吧 他说谢谢你 这个钥匙就在那边的储物柜 终于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储物柜在哪 哦 这边是吧 这个吗 看起来这个储物柜 掉在地上 然后被打开了 这里有很多相似的钥匙 应该一把就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找一下吗 好 我们把钥匙拿到了 主播很严肃的 好 这个钥匙很合适 我感觉 很不错啊 我出来了 yes 我天 这个地方 好宽啊 我觉得 好像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很高大的建筑里面啊 然后现在有一个梯子 这梯子怎么修的呀 我天 怎么修的呀 这个 我出来了 这边好像一个祭坛呢 难道说这边有人要献祭吗 我问一下你 嘿 你是怎么逃出监狱的呀 这边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 我觉得你可以帮我 我们现在必须去哪吗 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在哪儿 第三个是 呃 拜拜 告别 我觉得你也许可以帮我吧 我觉得你也许可以帮我 那么我们现在该去哪里呢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面具啊 也许其他守卫知道什么 哦 外面的这些人就是守卫是吧 我们在哪儿呢 这个是监狱的什么关系 我们预警要确保囚犯待在监狱里 如果有人死了 我们就把他扔进井里 这是我们的任务 这个是把这个监狱联系起来的这个地方 监狱的连接处 嗯 这么翻译吧 人怎么会死啊 我以为面具可以让我们免于死亡 这是第一个 人怎么能死呢 这不是我的问题 他们一动不动 我的任务是把他们扔进井里 是谁给你的这个任务啊 是其他的这些卫兵告诉我的 他也是相当于被钩子勾过来的这么一个人 好吧 拜拜 我们去问一下其他守卫 每个人都要问嘛 这边有好多个 然后这边我可不可以从这下去吗 我感觉应该可以从其他地方 哦 这边下不去 对 我们刚刚从这个地方下来 其他是下不去的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把所有人的面具都给他抠下来啊 你看到那边的空椅子了吗 那个守卫已经失踪一周多了 哦 我不想任何肮脏的囚犯再走过来 我会看一下我能做什么的 看来我要代替这个守卫了 你在等什么呀 等我的表扬吗 快离开吧 哦 他让我坐到空椅子上吗 难道是 哦 我懂了 我先问一下他们哈 我们为什么必须待在这里啊 你能离开吗 但是我去哪呢 我还是有任务要做啊 也许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这是他说的 那我离开吧 这个人他其实也不想待在这儿 这些人都是这样被送过来的 这边是 嘿你能帮我吗 你知道我的面具上面的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吗 你带的不是囚犯的面具 他说我带的不是囚犯的面具 我们跟这个任务无关 就是如果说有囚犯死了 我们就把他扔进中间这个井里面啊 好挫呀 这还有一个 他无视我的存在了 这还有一个坐在地上的 什么 你是谁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你能帮帮我们 怎么帮啊 什么 我不知道你啊 你是谁啊 我不认为他能够帮我 他也坐在地上这个人 刚才就是从这儿过来的 还能回去啊 我看一下前面这个井呢 哇 这个我能掉下去吗 我掉不下去还好 我能不能就是说 找一条其他路走呢 可以 刚才有个人他说 这边有个空的椅子让我坐 我跟他说说话呢 嘿你 你比我的那个标记要多一些吗 要高级一些 你能给我一个其他的任务吗 我连我自己的任务都不知道啊 对不起 我不能帮你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另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就是我们所有人在这里 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大家发现没 感觉是一种管理制度 很抽象这个游戏 我真觉得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下去 这个空位置 刚才是没人做的 应该是从这儿下去啊 刚才我们是从另一边过来 然后从这边下去 哇 这个楼说实话很宏伟啊 这边呢 这个门打开了 我请问一下 我是回来了 还是说怎么样 应该是另一个地方 对这边 这个倒在一起了 我没办法穿过去 我感觉这个地方 看起来其实蛮熟悉的 很熟悉 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空的 这些囚犯呢 还有失踪的守卫去哪了 这个格局跟我们那边 是一模一样的呀 这个地方格局 跟我们那边一模一样 大家发现没 这边也坏掉了 不对 这里有一个人 这是守卫吗 他穿的是囚犯的面具 但是他看起来 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面有个人 直接给了我一个铁囊头 铁囊头把我尝晕了 不是不是 我活得好好的 你把我尝晕了 然后把我扔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是 Oh my god 这边怎么这么多人 我不敢相信 这边有多少人 天哪 他们好多人还在呼吸呢 我们不管他们了 我们直接走 我感觉他们有点像那种人体模型 说实话 就那种制作的人体模型 都扔在这个地方 Oh no 来继续往前走 这有什么地方 这个视角倒是坏的 这个人 他死了 他的面具也失踪了 这边倒是有很多的面具 在桌子上 在面具下面有一个日子 等一下 这边有一个人 在脱 等一下 我要一直做这个事情做多久 做太多了 就是一直在这处理这些尸体吗 太久了 太久了 就是写这个日记的人 我们视角现在在写这个日记的人身上 他一直在这边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戴面具的人打死了 往下扔 有没有其他人 对不起 为了下一个谁来承担这个负担呢 为了下一次谁来承担这个负担 这就是这个日记的结局 哦 就是躺在床上这个人啊 躺在床上的人 躺在床上这个人的面具被钉在了我的脸上 他只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别人 这个面具就代表任务 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吗 就是躺在床上的这个人 他在这边一直在乱杀 然后把别人面具放在这个桌子上面 他后来不想干这件事情了 他就写了个日记 他说我不想干了 可能就 然后他的这个人的面具 就被钉在了我们现在这个主角的人脸上 然后我们就被别人送到了这个地方来 只要这个面具戴在了一个人的脸上 那他就继续要做这个事情 就继续做上一个人做的事情 好像是这样 我们不小心戴了别人的面具 然后就被靠晕了 就去做别人之前做的事情 这个游戏可能就是告诉我们 你不能随便戴别人面具啊 尤其是上面有标记的面具 你不能戴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吧 再见